我從影片看 我沒有看到拍打車輛 當這個執行官要進這個大樓的時候 他就拍打他的車輛 那因為六七個人把他圍住的時候 那個影片我實在看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拍打 那裡面 我沒有我剛剛那個圍了七個人 我是沒有看到拍打車輛 但是保護部執行組的這個新聞稿 他是有提到的 那就我們那個女警的部分 他講話很大聲 因為那個是一個道路 一個逛逛場所 那我們那個女警 他如果說不講話大聲 可能他沒有辦法把他 要做的 要講 要做的 告訴到對方 你現在不用講那個 他全不到的成立 發生分 欸他 他如果離開這裡可以嗎 不用發生分 你現在還要做的 就要做的 好嗎 有 我去看 你自己有 都要做的 我們新聞稿的這個書寫的方式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要依照事實 依照法律 依照很客觀的資料 來寫就可以了 不要去加那些情緒性的 說怎麼樣怎麼樣 我個人來講我是不贊同的 因為這個事件它是有一個延續性 9月9號有男主車輛的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說919我們逮捕的同一個地點 在918大概也是在那個附近 同一個地點 所以它是整個有延續性的 我們19號下午的時候 我剛剛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我在大陸上就變成警察 我現在又變成警口 因為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他們又要這樣子 像我非法逮捕我母親一樣 沒有任何的理由把我帶走 那幾分不停 突然間 有時候 我們要開始